当然是因为金珠念慈良给了我两季的出来 哎呀 口干舌燥 能不能给朕拿瓶水来喝 这是你喝过的吧 皇上 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 您放在这儿慢慢饮用 微臣告退 总算到我了 听得我是口干舌燥 一般的活动啊 待不到最后 发完了言走人 哎呀 今天这个节目 我是没发言我就想走人呢 广告之前 再喝一口 怎么有人这么不懂事 推出去斩了 微臣告退 好 退下 哎呀 我能参加这个吐槽大会 对呀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惊讶 怎么我也成了网红的 我很纳闷 我没干过这事 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网处 后来有个年轻人拿来给我展示了一下 哎呀 我说孩子啊 都信息时代了 能不能换个不卡的电脑 这是鬼畜 鬼畜 鬼畜 哦 鬼畜 哎呀 主持人说呀 今天来参加吐槽大会的都是我的亲密好友 我看了看 没有啊 除了王刚都不认识啊 王朗呢 司马懿呢 马肃呢 一个没来啊 刚才你们吐槽 说我什么乱七八糟的广告都做 其实这就成功了 起码我做这些广告你们都看了吧 今天我就跟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人 也上了个乱七八糟的节目 我想也会成功 谢谢大家掌声啊 谢谢大家 其实我进文艺界完全是个偶然 他刚才说了我是高中毕业 对 是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没学上 要是当初有挖掘机 可能我现在就是工程师或者是董事长 其实我代言兰祥也是为社会做贡献的 让这些人有一技之长 总比那些自命不凡专门吐槽的人强吧 现在有些年轻人呢 名气不大 架子很大呀 身边都有保镖了 张大大 当然了 他戴保镖那是很有必要的 据我所知 他第一次回家哭诉 说被人打了 第二天请了保镖 回家又哭诉 又被保镖打了 我从未见过如此铜匹铁骨之人 其实也没必要 你防谁呀 防粉丝吗 我看他巴不得的前呼后用都是粉丝 防劫匪吗 劫了他就是劫了个鸡肋 李爱 很可爱 当过模特 主持人 歌手 演员 别再说 有人说他怎么就是不红呢 其实我看李爱 身上很多潜质 关键在于坚持 山不转水转 世上无难事 只要坑转型 怎么样 下面学厨艺 学美发 所有一天 大红大紫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我最看好的就是蛋蛋 你看他那个头发就知道了 一定是特别的丰骚 好好好 少刚 淡淡 大大 真是太有才了 把他们三个绑在一起 就可以顶一个诸葛亮了 我和王刚也是老相识了 但是好长时间不见 别来无恙 孩子可好啊 很长时间不见 我真想对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这那点散落 你手下留情千万别给兜砸了 好嘞 好嘞 是个念想啊 其实他刚才说了 我跟他演男友王 我演秦世皇 他就演的太监 赵高 我怎么骗你 确实有助力给我提词 有助力给我提词 怎么着呢 拍电影一天一张纸 拍电视一天十张纸 全是画 背不过来啊 他不用提词 很简单 三句话 陈尊纸 永远是陈尊纸 说的那个六啊 徐浩 小鲜肉 长你很多岁 啰嗦几句 少上那些综艺节目 多拍点戏 拍点作品 这样将来你大了 青春不在了 大家还能知道 有人曾经 说过演员 就像一口 每天都在沸腾的大锅 仔细一看 什么也没煮 我希望你能煮点东西 现在是投资额 片酬越来越高 好的作品 越来越少 你想想一部电视剧 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钱 都让主演拿跑了 那配角怎么办 置井 道具 美工 摄像 导演 编剧 都得拿钱呢 没钱怎么办 找便宜货 这便宜无好货 是不是 就这种烂片子 你说观众能不反感吗 现在有很多演员导演 也是这样 上网批评两句 他不高兴 怎么着 害人害己呀 我十八岁演画剧 二十三岁拍电影 三十八岁拍电视 作为了一个演员 我做一个演员呢 我是很有感触 什么都会过去 风光 金钱 名气 还有颜值 只有一个东西可以留下来 那就是角色 就是你不在了 观众还能记住这个角色 这才是演员真正的价值 好了 讲这么多 其实我啊 到这儿来只想说一句话 吐槽大会 哪家强 本亲嘉宾 唐国强 谢了